这盘棋讲解是2014年的全国象甲第十轮 红方正为同 黑方王岳飞 双方是先指路 对足底炮 加中炮 飞左向求稳 那么对方呢 进行一个封局 这儿的话不是 上马之后进足 常规招法 你出局 他就跑八成七 你还要考虑飞边象 还是冲中兵啊 这边气一个 让他过一个足 这种棋的话 他直接就打出来了 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你现在凭炮人家飞向 没有意义的 他就上马踩 那人家就退 不让 常规招法 如果你是黑方 你会怎么走 如果我们走 可能就有瓶八了 你出来把你封住 求稳 但这个棋的话 反而下去啊 走长的红的好 那么他走的是出局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面对你吃 我是炮 我吃也会怕你 将来的话 我还有一个 这个炮八成七 你冲冲之马 我可以点过去 准备吃兵压马 欺负你 利用的原理就是 你这个炮压着局 你的马就没跟 我这边的话 虽然炮退回来 显得委屈 但是你还攻不动 他就有根 那这时候 红方肯定不肯啊 打他 黑方就退 那么这儿的话 他是退一步 将来有可能上马打局 但是黑方可以平炮 都不怕 那么这时候 他要走的招法 就是退一步 不要给对方这个 鞠过河 控制阻尼线 照机会呢 平一步到中间 上马去踩兵啊 想办法去跟他换啊 只要削掉对方一个兵 局势就可以扳平 临场的话 黑方选择是 冲边足 红方接受 吃完之后的话 这个棋 相当于啊 把先手交给了红方 红方上马就是一打 黑方这边啊 正常是一瓶 然后他这个棋 上马又踩局 啊 你怎么走 那暗到底肯定是打呀 这时候你这一踩 他进局就锁 你怎么下呀 好像红方又狮子 但是呢 这个棋啊 红方平炮 一关两大 正会从这棋 走的真的是牛 啊 这个子 他怎么跑 是一个问题 你打门工 他可以出呀 他为啥不怕呢 因为你出来他过河局啊 这一枪受不了 所以这棋走的 算度太深远了 到这的话 你常规思维地也不了呀 那么黑方就 给他吃一个啊 大家应该吃一个算了 所以成为同这个 算度真牛 吃完之后 这一杀 啊 你看着吃人家一个死马 结果你要送一个马 给他吃啊 就避免出来之后 过河局杀你 走到这以后 应该说红方还不错 啊 因为黑方呢 这个单狮炮 但是没有棋 这边呢 有点空 啊 那怎么进攻呢 过河局 这儿的话准备啊 就是控制你 不让你动 司机呢 形成一个天地炮指示 那黑方这棋 推炮就打马 那正常的话 比方说退回的绕 也可以 他是推波心马 往这边绕 因为他仗着这个棋 有炮 掩护这个马 有恃无恐啊 所以黑方这个炮打马 似乎有这个帮红方啊 调整阵型之险 啊 他是居一平五过来防守 不要守居五推一队啊 抢回这位置 那这儿他仍然是上啊 按道理应该就这么下 他是走了一个炮二推一 啊 就想我把你兵吃掉 这样更积极 红方只管上马 他现在不要上来采局 黑方如果去盯的话 现在就比较笨 那么他不愿意啊 退了一步对局 反正你也进不来 那红方果断给队了 黑方换掉以后 红方他也就进来了 这儿还有一个回马打马 跳江杀气的可能性啊 那么他走的是炮击平八 啊 就是你打我的马 我进炮拿你的马 给你换 啊 硬扛 这个时候红方他平炮 意思是 这个马走开 我就硬才你向 你一向这个门宫 你不向的话 你不走啊 将来他硬下底炮啊 就破你向 那这起啊 怎么办 出来了 解除了危险之后 打 那这边呢 正常在打 那到底应该这么走 但为什么这样走呢 因为你这么走的话 他有可能这个马就跳过来了 本来这起没起 你将在外 就容易被利用 所以到这儿的话 在走破阿金寺 感觉就亏了 他索性就直接回马 憋着你这个马尔金三 马脚 不然进来 守得也确实稳 红方冲兵 到这里啊 不给对方打了 你就一吃围才看住了 所以几步之前 黑方想吃红方的兵 红方的这个起 连出妙手 几步之后 让他吃不到 这算度确实深远 那么这儿 黑方先给他来一下 红方给上来了 就是不让你利用 而且的话 这里还设了个圈套 就是你把这个事一打 他可能会出老将 你再往那一瓶 他这个起 如果下老将一抓 这个炮可能也被抓死 所以呢 还不敢打 那么这儿套路挺深呀 黑方这个起 他怎么走呢 如果你打他这个兵 他的兵可能就过来了 所以这边还是有压力 正常一冲 也一回马了 他走了个炮吧退伍 先把马赶走再冲过去 那么这儿的话 他就上 然后他就打 你一冲 他一向 反正你兵暂时也过不来 到这儿 红方固然占优 想引起 难度非常大 红方 平炮 黑方是打马 这个马去哪呢 看着好像把马一消灭 这还挺危险啊 那么红方有一招飞向 这是一步好起 挡住了 黑方落向 那双方到这儿就 正常就走开向了 这个起 你不能再连续这么走 长桌子是犯规的 那么这儿 他就上 这个起的话 踩炮 进炮 打边足 进来之后 他没有直接打 担心对方上 他走的是退炮 不让上 然后再打 这个马退回之后啊 他也没着急去打 因为打完 他可能上马 有个踩炮踩中兵啊 所以他先看住 就控你的马 顶住啊 这儿随时可以上中路 按住啊 上中路以后 他就上来 那这个起 有可能就下底 炮踩中向啊 现在上 这个被跳一将啊 随时发难 飞个向顶住不让 继续上 下底炮了 双方就展开 这么个决战了 准备握场马一将 你上中向 一将踩掉你 不上中向啊 跳一将硬打向 这个向似乎是不好防守的 到这儿要丢啊 他随时上马 将一军之后呢 这个起退会踩炮 反将一军啊 补向 这儿回来打中兵啊 那按常理的话 是要堪 但现在将军 你看不住呀 只能出来把他牵住了 这时候对方敢不敢吃呢 看着打个中兵 不敢吃 为什么呢 推炮一打 这马被打死了 当然你要保这个马 就得炮五推一 那你一推炮他炮踩了 反正丢个子就要输 所以的话 他就先进炮 下边再打 给这个炮 留够余地 可以退回来 那么这儿他先来一将啊 直视 被这马推 到这儿呢 这个起 推炮给他吃 这什么意思 那黑方就吃了 红方退回再打马 这个起 对方把中兵给削了 他是把对方换到兵种叉 那这样的话 红方就有机会去赢了 但是这个起 黑方走得也好 退回之后呢 他不太好赢了 那么这儿的话 他就支了个是 冲边足 这是打马 那就上来踩炮 叮嘱不让踩是 这边退回 那这个起应该说也是允许招法 红方他就变招 上去了 那么黑方他是选择下来 拱他的炮 退回 退回之后呢 这个起水跳枪 甩过来 正常一将的电炮 他是 跳马踩足 想吃这个足 这个起 你要是饱足 他回马江波市踩了 一丢势可能就危险 所以他不要这个足 正常的话是踩足 那么他不吃这个足 就想急于杀对方 那这样的话将军出来 平兵 这也是好奇 眼看这个起 在拱炮 下不就要杀起了 那先要吃炮 他先打马 所以你来不及 这个结尾结得很及时 就像 打 将军 再将军 那这个起 他是飞了个像 隔断 黑方这晃一下 再晃一下 那就是来回这样晃 最终的话 这个起 他是从这个 我看 走到二路线去了 走二路线 一路还不太一样 你看他走到二路线 最后再绕回来 那么这里啊 飞向之后 循环到这个局面了 然后他是 上了一步老将 这边就下一步 那这儿的话 他就落势向 归位啊 将军以后呢 下来拱炮 炮一走 这马就火了 然后呢 这个起他就撤回去了 这个起马炮兵 应该说有机会 他过来 非常顽强的防守 他进去了 这个时候可不能打兵啊 打完兵之后 缺个像 合不到啊 那么出 出来的话 红方这兵过不来 因为有个像 所以那么这个像 消掉的话 就有机会赢 但是黑方现在 这个炮在像的位置 守得非常牢固 怎么办呢 他绕回去 就将军挤住他吧 然后呢 小足过去纠缠 到这儿 先来一将 进来 然后他选择出老帅 这步棋 应该来说 不能着急 应该怎么走呢 就是进炮 打他足 他下去会再打 最终呢 他这个起 足肯定要丢 如果他要不丢 走炮 那再把这个式打掉 想办法破十项 这个老帅呢 不着急出 这一周出老将之后 黑方也品炮 你将来就没有 把这个足捉死的气了 所以你现在 这个叫赢 就得把足抓死 慢慢呢 破十项 逐个击破才行 但是呢 错过这样一个机会之后 黑方现在 已经守住了 到这儿的话 你想将他 他还反将 然后就下来了 你再将进去了 你还不能踩这个式 他一进老将 把你马抓死 所以呢 现在抓着冰海的桃 到这一段的话 应该说 郑文童有点着急 没有稳着来 早一点把这个足吃掉 就好了 那现在这个起的话 留下这个足吃不掉 他就有其闲走 而这边的话 九杀不进 好不容易把这个象吃了 黑方来了个 妙手签 那这儿他退回 认为还有机会 结果人推跑一打 就尴尬了 你这一走 冰消了 虽然你把足业吃了 但是你吃了这个象 付出的代价 是这个冰没了 那就意味着不够赢了 双方致死 握手言和 对吧